3月27日,香港一日内再报告65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创单日病例数新高 香港累计共518宗病例 针对目前香港疫情较为严重的情况 3月27日晚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 公布禁止4人以上聚集,关闭一系列社交娱乐场所 等多项应对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 林郑月娥表示,第一项规例是禁止多于4人 在公众地方的群组聚集,3月29日临时起生效 有效期14天,任何人若没有合理辩解而违法 技术犯罪,一经定罪,可判处罚款5万港元及监禁6个月 但12项群组聚集行为可或豁免被处罚 仍然可以聚集的活动是包括在工作间的聚集 包括履行政府的功能,也包括在法庭、立法会和区议会的程序 即是说这些法庭机构的工作和会议是可以继续进行 林郑月娥又表示,第二项规例是管制餐饮业务和若干促所的营运 3月28日下午6时起生效,有效期14天 违法者可被定额罚款2000港元或25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规例内容包括餐厅使用的座位不能超过正常提供的座位的50% 桌与桌之间要有1.5米距离或其他分隔安排 每桌时刻不能多于4人 任何人士在餐厅内要佩戴口罩,进食期间除外 任何人士进入餐厅前要探测体温 餐厅要提供消毒解手液等 林郑月娥同时宣布,特区政府将关闭一系列社交娱乐场所 一共有6类的场所将会在规例生效之后要关闭 第一是游戏机中心 英文是Amusement Game Center 这些是有法例规定,有定义的 第二是浴室,Bath House 第三是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 第四是游乐场所,Place of Amusement 简单是包括桌球室,保宁球场,公众的楼兵场 第五是公众娱乐场所,Place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在这里包括电影院,第六是公租用举行社交聚会的处所 一般叫做派对的房间 林郑月娥还宣布,特区政府将会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 政府会为受影响行业提供财政支持 希望相关行业不要裁员 否则可能影响稍后申请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хорош ellas 请不吝点赞 订阅